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最近呢我开了一期关于买新房和二手房视频的专题 目前呢已经出到了第三期 那在第一期呢我讲了三个方面来对比新房和二手房 分别为买房的budget预算 买房的purpose目的 还有买房的需求requirements 那第二期呢我也讲了三个方面来对比两者的关系 分别为买房的location地区地理位置 还有school zone学区 还有future sale around将来的租售难易度 那在这一期的视频里呢 我还要继续去跟大家分析新房和二手房的优点知识 好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讲到了第七点 那我们在买房考虑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时的第七个考虑要素呢 就是大家对于房产的户型有什么要求 大家对于这个model type有什么要求 说到户型呢其实这个讲究还蛮多的 首先呢就是公寓apartment 那目前呢最普遍的就是一梯有两户到四户 每户呢独立进出的公寓 那这些公寓呢都有自己独立的储藏室 还有共用的洗衣房 在用材用料上呢就比较中规中绝 通常呢会反映当地的建筑特色 这个管道空间和电线空间呢也比较激动 那这种户型呢我们经常用英文形容它叫cozy comfort 就是小而温馨 那这种户型呢相对来说设计上比较实用 并且呢没有打理庭院的烦恼 那么在加州的Huntington Beach Huntington海滩 几个月前呢就上市了一批海边的连排小公寓 那售价呢是80万起 设计呢非常的现代和奢华 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留言 我们呢可以为你提供一些资料 下来呢就要讨论一下我们常说的Condo和Townhouse 中国人呢叫它为Condo 也就是连排的别墅 这种Condo和Townhouse一般呢是占地面积不大 有前院和后院但是都是非常的小 通常建筑呢是两层到三层 中间呢安排的非常紧凑 每栋呢有独立的车库 在这里呢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Condo呢通常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产权 每一栋Condo呢可以独立的买卖出售 但它们下面的房子的地是共享的 这种公寓和连排呢一般都有共享这些公共空间 那英文呢叫做Condenture 但当然啦你也要汲取一定的小区费用 就是我们所说的HOA 中国叫做物业管理费 那这个HOA是用在什么上呢 通常来说这个HOA被用应用到公共的维护 比如说园艺呀还有垃圾呀水呀还有公共区域的清洁呀等等 那这类住宅呢通常会有可以使用遥控器 remote control进入的community大门 那种社区大门 也经常会有游泳池啊 SPA呀甚至于健身房啊等等的feature 一般来说 不管是公寓啊还是连排别墅啊 概况分析来说 如果这种呢是二手的 那么性价比呢就比较会有优势 因为这种公寓或者是Condo呢 通常是以出租收益为主的投资项目 所以在性价比和现金占用量上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那再说下一个就是我们的独立别墅或者是独立屋 在中国呢称作为别墅 那这种的独栋房屋呢有完整的土地产权 在美国呢一般的独立屋分为一到两层 那前院呢有草坪 后院呢有庭院 每个小区的独立屋呢都有不同 那在设计上呢可能也会因为建商的不同而有差异 那我们现在说了美国房产 基本的几种类型 apartment condo townhouse 还有single house 那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建筑元素 不同建商不同时机而建的房子呢 都是各有建球 那在加州呢独栋的房屋 占据加州房产的主要一大部分 所以我们在讲专题的时候呢 也会通常focus在独立的房屋上 讲回到我们的新房和二手房的差异 在这个model type上呢 这个对差异的影响不大 还是要凭自己的喜好和需求来决定 好我们买房子 要问自己的第八个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对于房产地块的面积 和房屋的居住尺寸有什么要求 也就是我们的living space 还有land size 在这里呢 我先跟大家谈两个小知识 一个呢就是房产居住面积和地块的分配 另一个呢就是房屋的地形与房屋的采光 那我认为呢 房产的居住面积 物性结构 与地块的大小呢 有直接的关系 那房屋的面积呢 一定要跟地块的面积成比例 否则就会失调 比如说你在一块特别大的土地上 盖了一栋极其小的房子 那么看起来就会很奇怪 我们又不是盖牧场 为什么把房子建的那么小 反之 如果您在一块特别小的土地上 盖了一栋非常大的房子 那前后院也会显得非常的拥挤 整体感觉呢 也会非常的失调 这里呢 我们就要介入一个概念 也就是房产的容积率 什么是容积率呢 容积率就是 在一块地内 总建筑面积和总用地面积的比值 一般来说地块越大 房屋的建筑设计和面积设计 就越发的容易 这个概念如果我们倒过来 用地加容积率来计算 住宅面积就会比较好理解 如果呢 你要建新房子 就一定要对这个概念考虑清楚 因为通常呢 这个容积率 是需要该市政府来审批通过的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谈一下房子的采光 那一个房子的地块 是平面呢 扁平呢 达长呢 或是正方呢 这些都对移动房子的采光 有直接的影响 总房屋地块的平面宽度加大呢 房子就会越发的狭长 外表造型呢 就会更加气派 那这种设计呢 内部通常会配上大窗户 宽敞明亮 房子地块布局 与正方或者是横向为主 房子前后的窗户充足 房子二楼的主卧 和几个对错的次卧 也都会宽敞明亮 一栋房子的横前面 如果两面墙的距离短 那这栋房屋的采光就会有保障 如果一栋房子居住的地块 深度较长 这个住房面积可能会很大 可是房子的房间格局呢 会是前后走向 那前后中间的房间呢 是侧面窗户 采光呢 也会相对差一点 而且通常来说 会有一个洗手间没有窗户 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近身开间要合理 开间过小呢 采光就会变差 那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 因为通常来说 二手房的站立面积 会比新房大 当然我们这里的新房 是指建商新盖的小区 不是那种在旧地的基础上 产掉旧屋盖取的新房 那因为二手房的庭院 通常比新房大呢 如果是相同的朝向 同一个地点 相同的地点 二手房的采光呢 就会比较好 可是这些呢 只是理论上的成立 因为大部分的新房 设计的窗户会比较多 比较大 所以我不能在这里 作为一个笼统的判断 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所以这些呢 供大家在买房的时候 逐一参考 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看 好 那我们第九个方面呢 就是大家对于买房的 房子的朝向 有什么要求 就是房子飞行的direction 有什么要求 那我们中国人呢 买房的时候 普遍会去选这个房子的朝向 对于这个呢 有极大的喜好 通常会喜欢坐北朝南的房子 但在我们大家洲房地产 房子的朝向呢 要考虑的因素 可不止单单是这一个坐北朝南 我个人认为啊 在新房子上选择朝向比较重要 在2010年以后 新建的小区房 坐北朝南就比较好 其次呢 就是坐北朝西南 或者是坐北朝东南 再次呢 就是坐南朝北的朝向 可是呢 我们还要考虑一下 目前的设计 以东谷Dr.Horton 新建的独立小区里面的 独立房屋举例来说 那房子的走向呢 就是坐北朝南 那这些房子呢 通常尺寸在2600尺 那在这个小区中呢 2600尺的房子 真正朝南的房间是 Living Room 也就是我们的客厅 那三千尺的房子呢 则有一个主卧 一个次卧 一个站 和一个Loft的方向 直接朝南 所以这种固形的房子 无论是主卧 次卧 Living Room 甚至是Great Room Titchen 甚至是书房的采光 都会是非常好 而且不稀晒 那这种设计的实用性非常好 所以在这个小区里 坐北朝南的朝向是最好的 一般来说的设计 是楼上的主卧卫生间 和楼下的客厅 厨房的朝向是一致的 采光好 不稀晒 冬暖 且夏凉 不过啊 根据洛杉矶 尔湾地理位置的特点 最佳的朝向 却不一定是坐北朝南 那北尔湾某些新建的房子小区里面 最佳的朝向 其实应该是朝西北 因为阳光呢 是从西面而来 而最佳的景色呢 都在北面 那这个朝向呢 就会使这栋房子的采光好 不稀晒 而且会有很漂亮的城市风景 在二手房呢 选对房子的朝向 就没有那么容易啦 因为呢 在许多地区的二手房 它的朝向 不会是正南 或者是正北 而在很多房子的condition 都是非常的旧的 那朝向呢 通常和保温保暖也有关系 尤其是靠海边的房子 会有很大的影响 不过对于新房子来说 由于所用的能源设计 还有材料 都用了十分的新 所以对新房来说 朝向对房间内的温度影响不大 二手房就不一样啦 这个大家要考虑 不过呢 凡事没有绝对 房子的朝向问题呢 也不能是绝对的 我们在选择朝向的时候 要综合的看 大家在参考意见的时候 要根据实际情况 还有房子的功能设计 来具体决定 那最后一点 我们今天要说的呢 就是大家对买房小区的 设施有什么要求 就是community facility 和feature有什么要求 那通常来说 追求高品质生活的 小区买家 会对小区的设施 有所要求 比如说社区的绿化景观呢 遥控器进入的大门呢 社区的警卫呀 社区的游泳池 SPA呀 社区的健身房呀 社区的园艺呀 社区的商业中心呀 图书馆呀 会客室呀 社区的影院呀 篮球场呀 网球场呀 甚至是社区的宠物设施呀 社区的餐饮 超市设施 等等综合许多小区的设施 来满足大家住户 对小区的要求 那这些完善的 功能服务的公共设施呢 还有一些club会所等等 会满足小区住户 对生活休闲上 各个方面的需求 那一个好的小区呢 会具备高科技的小区设施 构建智能化的公共环境 数字化的社区公共设施服务 还会具有小区的安全性 实用性 还有极高的物业水平管理 那这些呢 会给小区的业主们 带来安全感 满足感 电力感 还有尊贵感 比如说我们前几天 带大家看过的 位于尔湾的巴塞罗娜的小区 里面的设施 就会是 让大家有这样的感觉 那在这一点上呢 新房就要比 二手房的facility 更胜一筹了 好 我们今天给大家继续对比了新房和二手房 而且给大家讲了一些因素 比如说房子的朝向 房子的户型 房子的小区设施 还有房子的采光 那在下一期呢 我会继续跟大家讨论 房子相关的继续 比如说新房与二手房的警官呢 比如说新房与二手房的房地产税 还有物业管理费呀 还有我会着重分析一下 美国各大品牌的建商及其特点 欢迎大家收看 好 今天的视频呢 就出到这儿 那对于新房和二手房的视频呢 Mina已经出到了第三期 还没有收看过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小伙伴 请赶快去看 同时呢 我会继续跟进这一个话题 欢迎小伙伴们继续关注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给我点个赞 然后转发并关注我哦 我是Mina 我是一个居住在美国加州的realtor 我会定期的跟大家分享房产相关的视频 欢迎收看哦 好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记得订阅我哦 拜拜